这个劫后综合症 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平时也可以吃 我们拿它做一种保健茶 其实也是不错的一种 对 可是你要营养不良 我是一个素食主义 那你这山下水 那就有点寡了 对 不适合了 那你莫不如弄点麦芽 就浇麦芽 你说我吃粮食吃多了 弄点浇麦芽 那炒的你给它泡成 就倒麦茶这也可以 就咱得先分析一下 咱们到底是吃什么吃多 因为吃多的人 他为什么要打嗝 对 一般打嗝的这症状 是伤在胃了 而腐蟹大便不成形 这伤在皮 那文大爷以前说 老大哥吃点萝卜 萝卜下气的 请教您个问题 就是像过去 有一种说法 说何比说吃多了 要想克个食 就是喝点浓茶 这喝浓茶 这个对助消化 到底有没有帮助 浓茶其实喝多了 非但助不了消化 反而可以凝聚成痰 这个怎么讲呢 茶是寒性的 你浓茶喝多了 容易伤皮 反而让你皮的韵化 五六公司给你 削掉一半的韵力 你反而韵化不了 我说的呢 就说浓茶喝多了 都说这个吃肉吃多了 喝浓茶解饮腻 结果这两天 我就净喝浓茶了 喝得我这嗨都带船 排毒去油腻 运动自有效 秋季养生 胡人堂厨房有门 静谨关注 身边 节后消食 去油不健康 这个三大堂 它会与 这一区之后 甚至说有七度的脂肪酸 那多以这些 为主 我们常说 这个智慧来源于民间 虽然说刚才我们也提供了 很多能够见位消食的好方子 不过呢 我们很多社区里面的 叔叔阿姨们 他们也有不少的高招 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咱们看看 他们是如何来消食的 很多人由于节日期间 大吃大喝 长假一过 难免会出现消化不良 肚胀难受的情况 陶阳区的奔先生 国庆期间 也吃了不少大鱼大肉 可是他却没有发生这种症状 据说 他是因为喝了他太太 林女士自创的一种神奇饮料 叔叔呢 我看的 我喝完以后呢 我还很兴趣消化 奔先生口读所说的神奇饮料是什么呢 我这个自创的名字叫 五彩水果羹 因为它里边有五种水果 不同颜色 然后有不同的营养价值 比吃水果又容易又好喝 现在就让李女士 把这道五彩水果羹的做法教给大家 做这道五彩水果羹 需要冬枣 哈米瓜 葡萄 做葡萄 倒 葡萄 喝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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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皮 切成块 葡萄 去皮 切成块 葡萄 葡萄 去皮 切成块 和葡萄 一起放入打碎筋 加入一杯水 两勺蜂蜂蜜 打碎之后即可食用 这个是因为 魂 因为它容易溅空气以后 时间长了就会氧化 所以说要打完以后 及时的给它喝完 那选中五种水果 是不是有什么奖